好 那我剛剛是意外的發現喔 我們已經看到了榮耀勳章的東西了 那榮耀勳章的話 聽說是我們15號的時候 才會做一波改版 才會把它放出來 但是這邊的話 你好像點這個碎片這邊 你就可以前往我們榮耀勳章這邊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極速領域的遊戲時間啦 那最近的話呢 哲平是發現了 在我們的群堡這邊啦 有一個墜幻中心 那墜幻中心這邊有一個碎片墜幻 又有一套衣服 其實還蠻好看的 也就是我們這個夢魂婚禮的一套裝喔 基本上 它整套的話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是還蠻好看 那要如何換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要消化的是我們的碎片 那個碎片要如何取捨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你可能背包中啊 你可能不喜歡的衣服啊 或是其實你已經有很多了 或是你根本就不會去穿的衣服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賣掉 那賣掉之後呢 就可以有一個我們的碎片 那這一套那個套裝的話 總共是要180個碎片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應該是可以用碎片來兌換喔 但這邊的話呢 我們那個碎片兌換完 是我們右邊這個碎片喔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白白的碎片 那你要再把這個白白的碎片 兌換成我們這個高級時裝碎片 才可以換成我們的這個套裝喔 那這整套那個夢魂婚禮的話 是需要180個高級的碎片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先來把我們一些東西賣掉 來買給大家看囉 好 那我們剛剛的話呢 是意外的發現喔 我們已經看到了榮耀勳章的東西了 那榮耀勳章的話 聽說是我們15號的時候 才會做一波改版 才會把它放出來 但是這邊的話 你也好像點這個 我們這個碎片這邊 你就可以前往我們榮耀勳章這邊喔 那榮耀勳章的話 這邊是4月15號才開始啦 所以我這邊如果先充值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會出事喔 所以我們就先不要充值了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15號會出的東西啦 那基本上應該就是今天啦 因為出影片的時候剛好就是15號啦 所以這邊的話就可以從我們榮耀勳章這邊拿到我們碎片喔 那這個碎片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換成我們的高級時裝碎片了 那我是覺得這一套衣服的話 跟我們的頭髮是還蠻好看的 所以我們應該把我們的頭髮給換出來喔 來換一下我們的頭髮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把我們三個 其實頭髮跟我們的禮鞋還有婚禮的衣服換出來 就已經是獲到全新的套裝了 那衣服的翅膀跟我們的手帳的話 我覺得其實可以換上別的東西搭配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這個翅膀也是不錯啦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那個碎片可能有點貴喔 所以就沒有這樣打算要這種做 因為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賣我們東西的話呢 這邊其實是還蠻貴的 因為我們這邊一個那個永久的翅膀 你只能換我們240個那個白碎片了 那白碎片的話要100個才可以換一個 我們的那個就是藍碎片 高級的碎片 所以這邊的話一個翅膀永久的 大概只能換兩塊我們的藍碎片喔 所以基本上那個是還蠻那個..蠻貴的 但是我覺得這邊的話應該就還不錯了啦 就是換上這一套喔 其實我覺得還算是蠻好看的 這個婚禮套裝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的喔 好 那我們換上這套套裝之後呢 把翅膀跟我們手上放上去 其實跟我們那套套裝有87%像的啦 應該還不錯 其實我蠻喜歡這個頭髮的啦 還蠻好看的喔 那這邊的話還有另外的頭髮啦 這個雲端死者的法式 我其實也覺得還蠻好看的啦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幾個頭髮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努力來存一下我們這個碎片 然後來換喔 我覺得對於就是沒有課金的玩家來說的話 這應該是不錯的一個東西啦 那這邊的話呢 排位兌換跟我們積分兌換 也是有很多東西的 就可以慢慢打喔 那積分兌換的話 這邊好像就是要累積我們的任務 從三層直接購買是不是 好像還沒看到這個東西喔 所以之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車隊最近的話也有一些就是車隊的任務啦 車會遠征這邊的話 就是你每天只要完成任務的話 你就可以幫忙值這個骰子喔 然後就可以取得一些就是車隊的任務 所以算一個還不錯的東西啦 然後你可以去就是努力的完成下面那三個任務之後呢 然後幫車隊達成一些東西喔 然後還有一些車隊賽的東西之類的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繼續來玩一下我們摩托車啦 因為我們昨天的話 跟觀眾比了內戰之後 就發現其實抬頭噴的話 好像是不能亂用的 那抬頭噴的使用方法的話 好像就是在一些短道的地方來用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那我們今天的話 繼續來飆一下我們的摩托車 那15號的話 應該是今天啦 今天影片出的時候是15號 那個 排位賽應該就要重啟了 所以應該是可以努力來用摩托車來排跑看排位賽囉 好 那我們第一場的話 來到的是我們的侏羅紀公園 啊 沒問題好 基本上還沒有用過摩托車跑過這個地方 我們來試試看喔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記得改版之後 好像翅膀會幫你縮小啦 所以這一次的話 如果你是對翅膀背是有愛好者的人呢 也不用因為你會擋四線之後就把他拿掉了 我覺得翅膀應該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我記得要開的時候他會縮小喔 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基本上其實我還沒有對摩托車非常掌握的習慣喔 所以這邊的話 還是要用一些正常的跑跑來跑一下 沒問題 喔 這邊翅膀都縮小了喔 真的有縮小欸 說到完全看不到 所以大家都可以戴上翅膀了 接下來就是我的時裝分數的那個 某某時間了好不好 好 這邊的話我們先來一個CWW噴 然後 有時候就是你不要太快一直按那個什麼抬頭噴 因為抬頭噴的話他雖然是加速度很快 但是目前來說的話 抬頭噴的話他還是會就是 他在戲的時間是比較少的啦 所以大家可以在一個短道啊 或是在一些就是比較 可以那個在下一個那個 氮氣出來的時候的地方就是在按一下 我們那個喔 抬頭噴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這邊來一個手要的挑一 啊 因為會弱嘛 會弱下去 好 這邊 欸 好險 這邊的話 他是卡牆了 但是我們是順便彎過來了 不過這真的是比較好就是去抓一些東西啦 但是 基本上的話 還是要小心一點點喔 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彎起來 彎起來 然後加氣 這邊就不能按抬頭噴啦 按的話這邊應該會掉下去撕憋喔 所以抬頭噴的話大概使用的地方的話 大家跟我講說就是在一些 小彎道的地方用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好 繼續加速 那就是 因為車身比較小啦 所以摩托車比較不容易去撞到旁邊喔 那 但是相對來說的話 摩托車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 我覺得就是看自己有沒有喜憨 就是看自己有沒有喜愛啊 我是還蠻喜歡摩托車這種東西的 所以我就會去玩它喔 這邊來 再一個稍微飄移 唉唷 直接掉下來了 不過沒關係 這邊應該影響不大喔 好 這邊 直接加速抬頭噴 像這種短道的地方你就可以用抬頭噴了 唉唷 可是 唉唷 完了 唉唷 可惜 短道的地方你就可以按抬頭噴 因為它抬頭噴完之後 斷氣淡掉之後 然後你就可以再繼續那個 用我們下一次的那個充施喔 就是在我們那個轉彎的地方 再甩尾飄移一下 然後把下一個氮氣用出來喔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去看一下 地圖哪邊是長道 哪邊是短道 然後就是用那個方法來跑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真的還蠻好看的耶 好 再來換我們的城市網吧喔 基本上就是去熟悉一下每一張地圖 看哪一邊有短道啦 然後抬頭噴的話 大家有人問我說抬頭噴要怎麼使用 抬頭噴的使用方法就是 當你在按氮氣的時候還有你CW噴 或是WC噴的時候 你在噴的時候你就可以先按煞車 就會直接抬頭噴喔 但是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是蠻有道理的啦 因為你加速的時候按煞車 你基本上就是會壓高了 那你基本上按煞車之後你的速度就會減慢 所以這還蠻符合那個物理學的耶 我覺得還算不錯喔 OK 沒問題 來 加速 欸 它翅膀真的是縮到你都看不到了耶 所以你真的是 如果真的是 哇 這就是摩托車比較不好的地方啦 那昨天相信大家也看到 基本上摩托車真的是很不耐壯喔 所以 你真的要玩的話就是好好保護自己 要不然你就是要充險喔 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點 充險基本上就不太會被撞了 哇哀 這邊的話 沒有掌握好 不過沒關係 再來 那像這個地方就是短道了 你就可以按抬頭噴 而且前面還有加速帶喔 你就可以去 呃 去思考一下就是哪邊有加速帶啊 然後哪邊比較短 你就可以那個就是直接用那個 我們的抬頭噴喔 像這邊也可以 因為這邊前面也有加速帶 那加速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上加速帶喔 所以就是這樣玩著喔 應該會比較快啦 因為像我昨天這樣跑的話 一直跑輸其他觀眾的話 應該就是我抬頭噴沒有掌握好 因為我昨天一直瘋狂抬頭噴喔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就是我覺得它那個手感啊 就是我們的那個 甩尾飄移的手感 好像跟汽車不太一樣喔 所以大家還要再抓一下 我最近也還在抓啊 就是沒有說那麽好用 這邊就是短道 可以抬頭噴一下 然後這邊也是短道 抬頭噴 這邊也是短道 抬頭噴 基本上短道的地方 都給它抬頭噴就沒問題了 這邊也是 所以城市網霸超多短道的耶 然後這邊也是抬頭噴 然後再給它 氮氣加速 欸 有用出來了 這邊也是短道 基本上短道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就是 抬頭噴到的了 那個就是下一個轉彎點的距離的話 都是短道喔 所以大家可以去抓一下 就是哪邊是短道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用那邊 然後去做一個那個抬頭噴 然後加 因為抬頭噴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所以大家可以用這點來追一些分數 就是追一點超車喔 我覺得都不錯 好 這邊沒問題 唉唷 海灘你怎麼在那邊 但是其實我覺得還是要練一下 因為像來說的話 摩托車我好像跑到最高的成績 都沒辦法比我以前的汽車還要高喔 所以我覺得摩托車的話應該就是 需要比較多的一些技巧性 還有就是一些東西 然後去配套一下跑法 才會跑出一些比較快的速度喔 但是你要說它真的很爛到沒有辦法爬積分嗎 應該也沒有 因為我自己玩起來的話是覺得還蠻爽的 而且聽到那個 你不覺得很開心嗎 很爽喔 好 那我們第三張圖的話 來到了是我們廣寒仙境啦 那廣寒仙境的話 也有一些就是比較短道的地方喔 我們待會再研究一下 所以應該就是努力去研究一下短道 然後去把那個就是我們的抬頭噴 發揮到淋漓盡致的話 就可以努力的把我們的摩托車玩好了喔 好 這邊來一個 好 短道 其實還蠻多人都是摩托車喜好者耶 我覺得還不錯喔 我自己也是摩托車愛好者 這邊也是一個短道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這邊的話要來個彈衣器延續 這邊應該也算是有短道喔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這邊就要開飛了 開飛 好 這邊要飛橋喔 這個飛橋的話是我最不會做的動作 我們來試試看 看一下能不能成功喔 一噴 兩噴 三噴 延續之後過來 中槍 不行 因為這邊那個 恩大跟小嫂他們好像都是直接來一個那個 就是撤身飄影然後直接過去 不過好像要再長一點點喔 寡安仙境我真的還不算會跑啦 其實我覺得大家對比要看這些地圖 感覺好像很簡單喔 沒有其實 就是有一些小地鐵處理的好的話 基本上你會更快喔 跑得更快喔 那基本上就是這款遊戲的精髓所在喔 所以就是 地圖永遠還是要練的 一噴 兩噴 三噴 四噴 五噴 好像沒有延到 那因為這次是新手機啦 所以基本上已經沒有安卓出彎了 而且基本上機體也比較順 所以我這檔跑起來的話真的是還蠻爽的 而且 基本上就是 你現在的快速出彎啊 也不會有安卓出彎 因為這次是iPhone喔 然後聽說已經改掉了 那所以 我覺得對大家來說是一個好事情啦 因為大家都說 安卓出彎很快很快 但是其實那個是不正常的東西喔 我覺得還不錯 啊 哈哈 果然果然先進是我的罩門啦 完全不會跑啊 QQ 好 沒問題 這邊的話應該還可以追到 開頭噴 唉唷 可惜追到第四名喔 剛剛那邊沒有飛過去喔 可惜可惜可惜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套這個夢中婚禮套裝喔 我是覺得真的還蠻好看的 如果大家如果沒有什麼錢的話 然後你有剛好有很多碎片的話 都可以來買一下我們這套套裝喔 因為頭髮跟我們的婚禮衣服 然後 如果買上那個翅膀的話應該會蠻讚的 但是那個翅膀算還蠻貴的喔 大家可以慢慢擠喔 所以 我覺得這款遊戲的話就是慢慢玩啦 其實 大家如果沒有像哲平有什麼服裝愛好P的話 你就可以慢慢玩 啊 像我的話我是真的很想要把這些服裝全部搜滿喔 你看這個翅膀 真滴讚啦 是不是 好啦 那我們摩托車的話呢 哲平會再慢慢練習喔 所以如果你是一些摩托車很厲害的玩家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你們一些經驗 給哲平喔 哲平都可以去看一下 參考一下啦 那15號就是一個新在季啦 祝大家可以順利的爬到自己想要的排位喔 那哲平也會慢慢的爬一些排位 然後有一些有趣的影片也會分享給大家的啦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助點喜歡就喜歡哲平頻道 可以按按鈴唷 那每天的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跟晚上9點 都會有影片啦 大家都可以來看一下喔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